她也相当具有理财头脑 我的心里是你的 利落手艺大秀拉花 巴西混血男模舞羊 原本是物理治疗师 来台学中医针灸误打误撞 进入演艺圈 靠着过去在巴西开中国菜餐厅的经验 两年前砸下600万 替妈妈开咖啡店 妈妈在台湾已经来了快15年吧 然后就是在家里面吃素 然后想给妈妈一个机会 比如说去认识更多的人 而且有一个环境可以练习中文什么的 做过水晶生意 翻译和家教的舞羊相当有理财头脑 掌握开店两大原则 除了结合两种事业 把经销的玻璃灯饰 放在店内当装饰品 一起经营外 挑选地点也是学问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地方 跟我们家里很近吧 所以这里离我们家其实还蛮方便 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租金 隔壁的那条路叫南平路 跟我们一半的大小的店 就比我们贵还蛮多的 挑在安静的巷弄中 60平大店面越租不到7万元 比起一条街外的中镇一文特区 足足省下三分之一成本 创下400万年营收 我们就开始去研究 巴西南边的咖啡豆是这么做 然后成本加钱 就是包括那个运费 进来台湾的税 烘焙之后包装 到底要多少钱 我们才发现 哇 真的是可以做得起来 今年舞阳更计划 将老家的咖啡豆引进台湾 自己烘焙做出品牌 继续开创副业 三立新闻讲宏如陈一杰 桃园报导 三立新闻